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里的面积大概有两甲地 我们有种胖肝 还有桶肝 木瓜溜丁 还有砂糖菊 还有供菊 供菊也就是帝王菊 但是我们这里的海拔有390公尺 天气气候呢 到了冬天的时候 天气一冷的话 就会有下霜 下霜下去 极脂就比较快成熟 成熟就比较好吃 分差要越大 它的成熟度就会越快 像桶肝的话 你到果菜市场里面 那个批发的时候 很多批发商 就要找我们丝坛的 丝坛香的那个桶肝 嗯 怎么说 因为色泽很红 多汁又好吃 我们这里的肝脊 跟外面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这边的水分很多 你拔开来 你看就知道了 我们这里的水分很多 但是肉不会干干的 因为我们这里的天时地利 就是这个样子 很好吃 还有我们这里的枝脂 跟别的地方的枝脂 会有不一样的 就是 我们的枝脂数量比较高一点 比较通风 空气通风比较好 比较良好 比较良好 然后我们的土地 有一点坡度 要有一点坡度的枝脂 它水分 不会储存的太多太久 冷热 就是晚上的话就比较冷 白天的话又会热这样子 温差 温差比较大 对枝脂数也比较好 然后种出来的桶干 水分多 甜 我们市场的干枝 数量 虽然说 没有新竹 竹北那边的产量那么多 但是我们这边的品质 可以说是上等货的 主要的干枝就是桶干 枝采过年应景 桶干的话有的人比较早的就农历 国历过年过后就陆陆细细就可以有好财了 碰干是我们这边比较少数人种 碰干的话就是现在才开始 就一直陆细就一直出一直出 差不多一个月啦 一个月左右就结束了 所以11月到12月 如果再有的话就是用储存起来的 才会比较慢出 慢出货 挑橘子 像这种的橘子就是最好吃的 果粒的大小 这种橘子就比较适中 比较好吃 但是你知道这种 它小颗的 比较是 算比较树的 树的一棵树里面 比较底下 有时候这个会比较 酸度会比较高一点 但是它的肉质 它里面的肉质会比较细 你越大颗的底子 剝开来里面的果粒就比较大颗 比较粗 一颗底子的 它的养分输送 一定先送到上面去 然后再往下降下来 它的养分是这样子回流的 你先到上面去的底子 就会养分上去 上面就会比较大颗 所以它的糖分 上面的会比较高一点 比较甜一点 像这个季节的话 所以 已经 算是也成熟了 成熟了 但是 有的挑的话 还是要 这种比较好吃 颜色太红的 有时候会比较 酸度又会比较酸一点 有一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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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这样子比较好吃 我们的籍子 採收 山上採收回来 我们都有做分籍包装 这边要先把它刷关进来 然后 过来这边的话 就开始 就要分等籍 这边是 一九 就是最小的 一直分过去 分到那边的话 我们 有这个大的箱子 还有这种 还有这种 这种铝盒箱 你要拿一种箱子来装都可以 一般来讲 我们的 我们这边的鸡子 都是透过 青果合作社 共同运销 去到台北市场拍卖 要再不然的话 可以在那个 像我们可以在FB上面 搜寻鸡子王 宅配到你家 或者是 你要来 山上采都可以 具体的相手 是 造成这些 也不够 用手 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